我近日就看了 感觉那个肚子往前挺骨的 然后我生气一口气 肚子往前挺的时候 好像感觉挺舒服的感觉 感觉挺舒服的感觉 而不是说肚子缩回气 舒服 而是肚子往前挺的 舒服 我们的宇宙还在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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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一扩大以后 宇宙一扩大以后 它就会吸射掉宇宙里面的 那些星球上的能量 那些宇宙一扩大以后 它自然就把宇宙里面 各个星球上的能量都会吸收掉一点 吸收掉一点 那么如果有的星球能量比较足 或者它自己能够产生能量 制造能量 那还不要紧 那还不要紧 但是有的星球能量比较少 它自己不能制作能源 它自己不能制作 只能开采 开采的话也效率很低 也就是开采还是在原地 没有增加 比如地球 它的能源就很平减很平凡 所以如果宇宙一扩大的话 扩大的时候吸收能量的话 地球上的能量不够 那就有可能临行地球大灾难 所以地球上的灾难 地球对宇宙里面影响有几个 一个核爆炸对整个宇宙有影响 对整个宇宙有影响 另外一个原因 宇宙在扩张的时刻 要吸收能量 吸收能量 很多星球可以补充能量 但地球没有能力补充能量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有可能宇宙一扩大 那地球就回避了 所以在这个时刻 在这个时刻 外星人还得要做一件事情 给地球补充能量 把这个地球能量补充了以后 整个宇宙才能扩大 整个宇宙才能扩大 如果不补充能量的话 在宇宙扩大的过程当中 地球就毁灭掉了 至少或者说 至少地球上的人类要毁灭掉了 因为能量不够了 所以这段时间 包括前一阵子 外星人送了一些高能量的东西过来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的林派讲到过 只是没有讲原因 送了一些高能量的木质过来 然后最近 移留了海电厂以后 然后由外宇宙 又供电电过来 供电电过来 我们前面讲过 本来是指望着 指望着 核电厂移走以后 然后地球人自己建了蝴蝶发电 然后正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宇宙里面有个规划 整个再扩大宇宙 再扩大宇宙 把宇宙再扩大 再扩大 再扩大 但是再扩大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问题 扩大宇宙过程当中 会要吸收能量 吸收能量 在星球上 每个星球多 要贡献出去 能量出去 自然要贡献出去 但地球上 本来就能量就低 本来就能量就低 如果再贡献出去的话 也许地球就没办法 地球上的生命 没办法正常活动 没办法正常生存了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在前阵子 他们做的紧急处理 核电厂移动一颗 因为写这两个问题 一个核电厂 另外近能量的问题 正在结果眼上的时候 他们切换了一下 由外宇宙送的能量 可是地球上用电点 所以我们这一两天 我们零排的时候就想到了 发现 地球上的灯光比原来亮了 自从用了 外宇宙送的电点一颗 灯光比以前亮了 也就接受到了更多的能量过来了 接受到了更多的能量过来了 是这个意思 接受到了更多的能量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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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么一个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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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外宇宙在接下来一段时间 要跟我们地球上 要共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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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地球上 地球上 会发生一件事 是在 是让我们这个地球更美好 有这样愿望的人 有这样愿望的人 他自然而来也 共振到了这样的信息 就像我们有现在无线充电似的 该手机无线充电似的 在充电 在充电 而那些人 痛困地球的 唯恐地向波乱的 搞乱地球的人 他的频率不对 这样的人 外星人就不给他充电 不给他充电 不给他充电 这些人 在不给太长时间之内 他本身的能量慢慢慢慢消耗 消耗 消耗 也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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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耗就 也就几个月时间 消耗就 就走了 消耗就走了 还有一个 大家是没有想到的 没有想到的 前阵子 最近一两年 气势了不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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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气势了 如果生麻背后的原因 是有的 也是同我们刚才 讲的有关 能量比较高的人 或者能吸收到外面能量的人 他们就很平安 很安全地生活了下来 或者整个过程当中 都活得好好的 活得好好的 但是那些太坏的人了 接受不到能量了 有可能就直接走了 也就能量供应了 能量供应了 也是在发挥作用 能量的调控 也是在发挥作用 那些太坏的人了 那些太坏的人了 共存不到能量了 或者即使他能够得到能量的话 外星人可有意思地 对他的供能量把它关闭掉 所以我们前阵子着急 除了大神 除了他必应该接打 主派之外 好像没见到更多实质性的事情 我们有点着急 我们有点着急 那是一个 总之有句话 他们有办法的 有办法的 今天就告诉了其中一个办法 就是 在宇宙扩张的过程当中 那种是吸收不到更多能量的 在宇宙扩张的过程当中 把地球上吸入的能量会吸收走 包括人体上的能量都会吸走掉一些 如果吸走掉 同时有补充进来的 那就没问题 吸走掉没有能量补充进来的 那就这个 就是 成功不了足球了 也就是说那些主派 他是从天道向违背的 那么老天爷不会给他冲能量 所以随着时间内 慢慢慢慢 慢慢缺少能量 自然而然淘汰了 还有这么一个重要的 一个因素在那边 贯穿着后面的 你看 你看那个川普 要为大众服务 听着他寄求人 迈向更好的未来 你看 人家即使在他开枪 也没有伤到他 人家就说了一个 就是敬爱的耳朵变故障 这个人家也看到了 人家也看到了 也就是 为什么还耳朵上碰到的呢 这是为了证明 确实有枪劫的神在 确实有枪劫的神在 外戚人让他病上挨了一下子 挨了一下子 这样才能证明 不安定的话 把什么也没有的话 人家可以否认的 人家否认的 有枪劫事件的承担 这一切都是老天安排好的 所以 一切都是老天安排好的 这次耳朵打到也是很 应该来说是很轻微的 很轻微的 只是为了证明 确实打到耳朵上 为了证明 确实打到 有枪劫案的发生 如果一个 一点 真的是毫发无神的话 如果真的毫发无神的话 人家很多人说 那不可能造假什么之类的 甚至 人家说那是放在叶化上 你看吧 那些坏分子 还说 穿过重当 碰上了玻璃碎片 就是一开始还不承认 这么长时间 故意大家公认的情况之下 那个 情报部门 还在说 还在说 还在说这个 有可能是玻璃碎片 什么之类的 幸亏 幸亏 人家拍照了 子弹的轨迹 什么之类的 而且呢 医生也有说 这是 是 子弹 穿过的 所以 这里边 哪一个环境 实际上都是在 外勤的掌控之下 是这么一个状况 是这么一个状况 这样让我们就知道更多的 更多的 真相和内幕了 好 知道了 再见 再见